发菩提心的发也像发芽的发 曾经敷过豆芽菜的人就知道 一颗干的绿豆是不会发芽的 必须要浸足水分才能发芽 一旦发了 它的内在就有一种力 能突破外层的壳 如果没发 我们硬要把它剥壳 也不容易 那这壳就像我们自我的束缚和执着 绿豆一旦发芽 就会产生很大的变化 会抽芽 会生根长枝叶 我们仔细看 每一部分都长得很有秩序 叶脉细纹也都很美丽 当然这个发的过程 不可以离开水的滋味 没有水就发不下去 发菩提心也一样 不能离开发水的滋味 必须每天不断听闻佛法 读经与诵经 假如一天不浇水 芽的成长就会受影响 如果每天能喷一些水 只稳一下一颗绿豆 每几千就会变大好几倍 营养也增加几十倍 若是种到土里 它就可以长得很大 令人不认得 它本来只是一颗小小的绿豆 我们读到这儿啊 大家要明白 我们学佛了 我们要想成长 将来啊 无论是发菩提心 无论是往上西方 让自己慢慢成长起来 每天啊 必须得修行做功课 每天啊 用佛法来熏陶我们 对我们大家来说 每天拜参诵经念佛 是必须的 不能断 你一天断了 就好像断了伐水 一天断了 可能不要紧 原来的水 水分还在 两天可能就有点够呛 到三天 这个豆芽菜 可能就点腌 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成长的菩提树芽呀 你缺一天 可能还好 缺两天 缺三天 你这个菩提树芽 可能就得死 所以我们啊 修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坚持 不间断 这是最重要的 每天无论如何 你把拜参诵经念佛 哪怕你做一样都好 做两样都好 做三样都好 无论如何 不能缺 缺了呀 你这个伐水就会断 你这个学佛的路 有可能慢慢停下来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 大家可以用 谢谢大家 我是一条 我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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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好 我一条 我一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